我们在深圳很多的孩子都是学圣贤教会 这次回家乡去让所有的长辈都侧母 现在还有看那个小孩子鞠躬90度的 他们都肃然起敬 看了很欢喜不知道红包有没有包多一点 有一次一个孩子跟所有全桌的人一起吃饭 所有的长辈看菜上来了 马上动手要去家 突然看到这个孩子头滴滴的在那里念念有词 本来他们要加菜的突然觉得很奇怪都停下来 等这个孩子念完以后就问他你刚刚在念什么 怎么不赶快吃 这个孩子对住全桌的长者说 我刚刚在念饭前祈祷文感谢父母养育之恩 感谢老师辛勤教会 感谢农夫的辛勤的劳作 及所有付出的人 这些长辈拿着筷子上了一课 我们只是想到要吃 这个孩子却感恩的心可以常常存在心上 诸位朋友这个孩子幸福吗 活在感恩当中的人特别幸福 你能把孩子真正把他交善了 他一定会去影响很多人 他一定会是当代的范仲淹 所以我们当家长的要定位蒙衣养正圣公野 当孩子从小就是扎这些圣贤人的智慧 诸位家长你要不要担心他出来没工作 你还担心那叫启人忧天 所以你格局要大 人生才会走得宽广 格局小一辈子都活在患得患失当中 最近我听一个朋友说有很多大企业都到一个团体 而这个团体专门推展儒家学说 到这个团体找些年轻人 这些企业家说现在外面的人不讲诚信 没有责任心他们用的提心吊胆 他们是主动到学圣贤学说的团体去找人才 所以诸位家长 您的孩子现在甲如扎的根是懂得如何做人做事 您已经让他这一生立于不败之地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抉择教育的先后顺序 诸位家长您现在的抉择不只会影响你 还会影响谁 你的家人 不止你的家人 你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会影响 诸位朋友 你曾经有想过 我的决定会影响子子孙孙的举手 来给这些朋友掌声鼓励 人生就好像下一盘棋 假如我们思考的都是下一步怎么走 那你每一步都会走得举棋不定那样好吗 假如我们下棋可以看到一百步怎么走 两百步以后怎么样规划 那你的人生会走得从容 你的孩子的人生也会走得高瞻远瞩 当他会思考到我的抉择 会影响世世代代 相信他教育他这一代会非常谨慎 会非常用心 因为他已经考虑得这么远 现在有这样考虑的人不多 古代的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考虑 很多 所以中国的家训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 我们有听过 聊凡四讯 朱子智家格言 严世家训 还有诸葛亮 很多的圣哲人都有这样的态度 把人生的智慧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你的抉择很重要 而人生要下对抉择必须具备什么 我的爷爷没有念过书一个字都不认识 他是捕鱼的 他的兄弟统统捕鱼不止他的兄弟捕鱼 他兄弟的孩子上了初中还没毕业就一起去捕鱼 他轻松多了我的孩子都帮我捕鱼 他就不用那么累了 这样好不好马上很好对不对 但是我爷爷他觉得人生因为没有读书 没有智慧 很遗憾 所以他坚持再怎么苦也要让孩子念书 由于这个抉择 这个判断 我父亲那一代五个孩子 一个博士 三个大学毕业 一个高中毕业 到我们这一代 全部大学以上已经出了两个博士 都是爷爷的抉择 我们这一代我的学历最低我的身高最矮 所以为人长者要谨慎你的抉择你的判断力 好我们这一节课先抉择到这里 谢谢大家 弟子归00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